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祖散、科学监视研究中心 在完台南听众管提及百倍 台南市专台湾第一的 设立文主科学监视研究中心的下期 因为台湾呼吓 中心心理以后可以为文汇依美 透过系统的监视 吹到社会出事为文汇回春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从全国地方政府自身 修饰台南文主科研中心 在完台南冠天由市長 文汇特主持改拜 中心白变是夫社百年 工业加冬立教授 由新团众以及台南文化众 在主攀岳上 艺术提依 老建文章起书 这则 能够让台南这个古都 让许多不管是宗教上的文物 或者是雕刻、艺术、彩绘、绘画、刺绣等等 这些文物都能够进一步 获得检测 还有修复 能够延长它的寿命 让我们后代子孙 以及许许多多的研究者或是观察者 能够看到它的原貌 能瞻仰它的风采 文化教教授越测三这出 台南文章科研中心 并非传统人体的減量机构 是共同文化主宣调查 收获生计 以科学 方法进行建材生分 以及配比分析表的柴维 以及重析 孙海的苹果 淹海丁粗布的调查 和国际修复建有科学的建筑 科学检验中心成立之后 其实就完备了整个台南市文化资产 守护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机制 那未来这一个检验中心 也会跟城大 跟我们的美术馆的科学检验中心 那跟文资局的检验中心 大家共同来合作 不管是在设备上或是技术上 或是研究的成果的分享 所以我想会为整个台湾的一个 所谓的文化资产的一个保存及修复 又往前迈进一大步 台南文主科研中心表示 中学是文化主宣 收获事务及核殊研究的跨领域北台 及研究室 英哲修 传统艺书 科学收获书 以及相关 核殊研究建立到 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东合作解决文化 阻散的收获 对于矿物的材料 大家都觉得说 它不会褪色 它比较稳定 然后也鼓吹就是用矿物材料 可是事实上 每一种矿物的特性都不一样 那如果这个矿物 它虽然不会褪色 但是它可能会变色 它会氧化 就像是那个中产工本身的嘴唇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对于材料 还有很多的就是不了解的地方 那我们科研中心这边也是会 就是协助就是把这些材料的特性 都弄清楚这样子 然后再反馈给意识们 然后他们在使用材料上啊 就会比较注意这样子 文化教表时 中透过科学 方法 严重过期 输用的材料 比例以及工法 建立到尚以文化祝散的材料 主料库 为台南也为台湾 来理解 文化祝散的地式阶带 既在丹甲心 丹枯彩虹博德 继续